日用场景 和单核和多核 谁更影响能效 A18 Pro 为什么 为什么会比 Orion能效强这么多 P核 A18的P核 多核和单核性能 谁更影响能效 这个其实就是综合来看的 它也不是说 就是分成 简单的就分成单核跟多核 但是单核性能高 总是没错的 因为你单核性能高 这种还是多核性能会更高 对吧 就是他以单核性能 你多核性能说白了 就是一个个核组成的 这个多核 对吧 那你每个核 你总归还是得更强吧 对吧 能效这个事情 其实也不光是看核心性的 它还看很多的 看外围的 底功耗 看这个 你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 比如调度 对吧 这个有好多好多的 这个因素在里面 供电 对吧 供电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供电很影响 很影响能效 反正 A18 Pro 为什么会比 Orient能效强那么多 那我的看法就是 苹果 苹果做CPU的人 依然是 你可以说 全世界 数一数二顶尖的 这个CPU团队 那他做 他做出来的东西 很强 也就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吧 并不值得奇怪 这很正常 我都没想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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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